各位同學 歡迎來到Snow Sensei 今天我們來到了 Klamet Sahoro滑雪度假村 上次已經跟大家介紹 很多的雪道對不對 可是還沒有玩呢 今天叔叔帶大家來 見識一下這個 剛開放的北斜面飛鴨雪區 我們來的時候 其實是初春的時候 已經沒有料想到 還真的能滑到Powder 謝謝上天給我們最棒的禮物 馬上來看看 這邊的北斜面到底多厲害 Whoohooo 這個北斜面呢真的很厲害 坡度夠陡之外 我們現在初春來 還是遇到了不錯的Powder 我只能想像喔 如果冬季來 真的遇到這種北海道松雪的時候 這一塊真的不得了 它其實讓我想到 有點像是智利中南部的那種 雪場裡面的感覺 就是樹林非常的寬 然後坡度夠陡 滑起來真的非常的舒服 我們來到了Sahoro的地形Park Turing Park 看起來不錯 兩個跳台後面接了很多的道具 就讓我們來看看 狀況到底如何呢 Let's go 在Kamai Sahoro呢 除了雪上活動之外 還包括攀岩 壁球 健身中心 游泳池等的室內運動喔 那如果在一天的疲憊的練習之後 想要過來好好放鬆一下 還有包括佩瑞叔叔現在在的這個加拿大浴 桑拿還有一個大浴池可以供大家使用 非常的relaxing 看著外面的雪景 還可以在這邊泡熱騰騰的加拿大浴 所以這裡真的很特別喔 你是先把這些蔬菜阿蘑菇阿海鮮阿夾了以後 到你的盤子裡面蒸 蒸完以後呢 留下來這個非常甜美的汁呢 它才會再加入一些火鍋湯底 然後才開始做火鍋 這真的很特別的吃法 大家有沒有看到 在我面前的這一盤肉 你看看 這個油花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 OK 佩瑞叔現在馬上來嘗試一塊 看看這個顏色 叔叔呢喜歡吃原味 我拿起來以後呢 我只加一點點的鹽巴 鹽巴在這邊 然後馬上就放進去啦 天吼 我已經不太知道怎麼形容了 這個味道 入口即化 太嫩太嫩 然後 配上一口清酒 好吃 好吃 泰河的這個 俠布俠布 和牛 加這個 我們純米大營釀 北海道道產的清酒 大家看到這一盤呢 是除了我們的火鍋餐之外 可以另外加點的一個和牛套餐 真的 非常值得 你既然人已經來了北海道 一定要嘗試這個 道產和牛套餐 還要加上這排酒 這個這個清酒 在Clubman每天晚上都會有精采 巨歐向導們帶來的表演喔 你可以RELAX 飲一杯調酒 靜靜地觀賞這個表演 結束你美好的一天 謝謝大家 謝謝你的 這一次呢 叔叔有些特別的感受 在這邊呢 人跟人之間的距離非常的近 很容易跟人家聊天 感覺到不管是GMGO們 互相的交流非常的頻繁 它也許不是最新最大的一個地方 但是絕對非常值得各位都來參加來看 那每一次我滑雪回來 一進門呢 就會有人跟我打招呼啊 跟我聊天啊 真的 就像回家一樣 對叔叔來說 下一次有機會回來這邊 我就會帶著這種心情 Come back to my home 所以 如果你對Klamet Sahoro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描述欄裡面找到更多的資訊 如果你喜歡Snow Sensei這一集的report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並按訂閱喔 Snow Sensei 我們下次見